中华传统文中有个习俗叫男左女右 好像约定俗成地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如上公共厕所、男左女右、带婚戒、男左女右 夫妻排位都遵循男左女右的习俗 在日常生活中 男左女右好像约定俗成地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这种习俗是怎么产生的呢 在传统文化的概念里 男左女右的习俗体现着哲学观宇宙观 但凡事物均有两个对立面 视为阴阳 阳者刚强、阴者柔弱 古人将其归类分为大、长、上、左为阳 小、短、下、右为阴 男子刚强属于阳于左 女子温柔属于阴于右 根据素问阴阳英相大论记载 阴阳者 天地之道也 万物之刚迹 变化之父母 生杀之本使 可见在医学上也有男左女右的差异 怪不得中医诊脉方式也略有区别 男子取气分卖于左手 女子取血分卖于右手 那男左女右的这一习俗的来源又有什么依据 根据五蕴历年记记载 天气萌红 萌芽滋始 碎分天地 照丽乾坤 起因赶阳 分布元气 乃蕴中和 视为人也 手生盘骨 垂死化身 气成风云 生为雷霆 左眼为日 右眼为月 四肢五体为四肢五月 血液为江河 筋脉为地理 肌肉为甜土 发为星辰 皮肤为草木 齿骨为金石 精髓为猪玉 汗流为雨泽 身之猪虫 因风所感 化为黎芒 根据记载 太阳和月亮是开天辟地的盘骨死后 用双眼所化 日神是盘骨式的左眼所化 月神是盘骨式的右眼所化 左为日为阳 右为月为阴 这便是男左女 右习俗的来源 道教文化中 常说阴阳五行 阴阳中 向日为阳 背日为阴 后来引申为气候的寒暖 方位的上下 左右 内外 运动状态的躁动和宁静等 通用与宇宙万事万物的普遍规律了 另外 根据周敦仪的太极图说 里面记载 无极而太极 太极动而生阳 动极而静 静而生阴 静即复动 一动一静 互为齐根 分阴分阳 两仪立焉 是故亦有太极 是生两仪 二气交感 化生万物 万物生生 而变化无穷焉 传统文化阴阳的表现方式 也是有能看出男左女右的成分 男左女右 约定俗成 是千百年来男尊女卑的传统使然 从左到右 先男后女 现在人们思潮开放 没有男左女右的束缚了 但是无形之中 还是保留找这种传统文化习俗 有些行为举动 也在无意识地遵循古老习俗 传承了传统文化而不自知